妈 大事不好了 你快来医院找我 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呢 儿子 你怎么在医院呢 出什么事了 妈现在就骑自行车去找你 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 赶紧打车过来吧 我没事 是婷婷出事了 刚刚交警打电话给我说她出车祸了 她再去公司路上被车撞飞了十米 所以我就赶到医院了 她刚做完手术 还没出ICO呢 怎么办啊 妈 儿子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都把我吓死了 你没事就行了 我现在就骑车过来看你老婆 你等我呀 一小时后 婆婆赶到了医院 看到儿子坐在病房外面的地上哭 赶紧走了过去 小尖 婷婷怎么样了呀 你怎么坐地上啊 赶紧起来 妈 婷婷的情况很不好 医生说她还没脱离危险期 有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了 变成不会说话 不会吃饭的木偶 妈 我该怎么办啊 婷婷这样就跟个活死人差不多了 小尖 我们现在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听医生的话了 你坚强点了 妈以后还得靠你呢呀 我知道了 妈 保险公司刚给我打过电话 说婷婷之前买过意外保险 现在她出了车祸 保险公司会根据交警的判断给出相应的赔偿 再加上肇事者那边也会有赔偿的 婷婷住院的费用总算有着落了 那太好了 这样就不用我们掏钱出来了 妈 你说什么呢 我们给婷婷掏钱治疗是应该的 她是我老婆啊 知道了 妈就这么随口一说 婷婷还没度过危险期 你可别胡说八道的 过了几天婷婷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饭间就一直守在她身边照顾她 又过了半个月 活不来医院找饭间 儿子 婷婷的赔偿金下来了吗 保险公司的人给你打电话了没有啊 有没有说最快什么时候能拿到啊 妈 保险公司的人说就这两天赔偿金就能打到卡上了 你别担心了 好 等赔偿金拿到手了 我们就赶紧给婷婷办出院吧 毕竟她现在也没多大事了 就是醒不过来而已 妈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婷婷能不能出院回家就要听医生的 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就甭操那心了 小坚啊 妈可是都为你好啊 你想想婷婷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子 要是一直住在医院里 每天得花多少钱出去啊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给她花呀 妈 你不能只顾着看婷婷住院花多少钱啊 她有保险赔偿的 够她住院用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难道她的赔偿金你就打算全用她身上吗 妈 青天的赔偿金不用在她身上还能用在谁的身上啊 这你就别管了 我先去问问医生看看她的情况能不能出院 说完婆婆便走出了病房 走到护士台便碰见了医生 医生 你好 我想问下三号床我儿媳妇她能不能出院了 阿姨 张萍暂时不可以出院 还需要在医院再观察一个礼拜看看她 还要再观察一个礼拜啊 那得花多少钱了 现在重要的当然是病人的身体状况啊 你怎么还计较花多少钱啊 你是不知道家里有病人的苦啊 说完婆婆便转身走向病房 到了病房她就跟范坚说了医生的话 小坚啊 我刚问过医生了 医生让婷婷再住一个礼拜观察下情况 我觉得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要不咱们赶紧给她办出院吧 妈 既然医生都说要住一个礼拜 那就再住一个礼拜 你别下出主意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礼拜 活泼急不可耐的给婷婷办理了出院手续 和饭间一起把婷婷带回了家 小坚啊 你看现在婷婷也回来了 她的赔偿金还剩百八十万呢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啊 就这么过呗 婷婷是我老婆 难道我还能抛弃她吗 傻孩子 难道你就想这么伺候她到老吗 她现在可是你身上的大为赘啊 你可不能犯傻 把她揽在自己身上一辈子啊 妈 她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照顾她 还能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和她离婚啊 把她送到她父母家不就行了吗 要不然你去上班 岂不是要让我照顾老太婆照顾她呀 就我这小体格哪能照顾啊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婷婷婷以前对你那么好 那么孝顺你 给你买营养品 又买新衣服的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而且她还给我们加生了三个大矿小子 我要是这时候跟她离婚了 孩子都会看在眼里的 我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呢 你看你还年轻 这辈子你就这么守着她过吗 你要为自己以后考虑啊 趁着现在你还年轻 再找一个也很容易 正好可以帮你照顾三个孩子 也不会让你一个人那么辛苦 要是以后老了再想找可就难找了 在母亲的不断劝说下 饭间的心有些松动了 过了两天 饭间的妹妹范春花突然就回来了 妈 大哥 我回来了 你们想我没有啊 我给你们带了好多土特产回来 妈的好女儿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你不是说要到国庆节才能回来的吗 这还有很久呢 妈 我哥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 嫂子出车祸变植物人了 我这几天刚把手里的大项目赶工完成 领导给我放了几天假 我就赶紧坐火车赶回来了 我还买了点能帮助嫂子的产品 带回来给她用 你浪费那个钱干什么 她现在都变成植物人了 不需要你买东西给她 我嫂子对我那么好 我买点东西给她是应该的 我去看看她 别 你别进去 她又不会说话 你别去看看了 饭春花没有听母亲的话 便直接走到房间里 一看房间的场景都猛圈了 房间里乱七八糟 脏乱叉 压根就不能住人 妈 这是怎么回事 你跟大哥都不打扫卫生的吗 大嫂住在这个跟猪窝一样的环境下能恢复好吗 你看看她身上连个被子都没有 你们就不怕她动到吗 我们这两天太忙了 就没空给她打扫房间 我等一下就给她打扫 行了吧 是啊 小妹 我们就是太忙了 没照顾得到她 你们当我是瞎了吗 你忘记我跟你视频的时候 大嫂是什么样的吗 那时候虽然她刚做完手术没多久 但是她的脸色还是不错的 脸颊也是肉肉的 这才多久啊 你看看她现在 脸颊都熬进去了 一点肉都没有 你们到底是照顾她还是虐待她的呀 你们难道忘记了大嫂是怎么为我们家付出的吗 你们也太狠心了吧 哥 你年轻没钱的时候娶不到老婆 是大嫂不嫌弃你 不顾嫁人反对 嫁给了你 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操持着这个家 我也知道她不容易 但是妈说她现在这样就是我的累赘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嫂呢 你忘记你前几年生病住院的时候 是大嫂不眠不休的照顾你伺候你 西医看不好 她就千方百计的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治病 终于把你治好了 你当时还说你这个儿媳妇 简直就比我这个闺女还孝顺 我当初确实是这么说的 可是她现在这样 医生都说治不好啊 这个医生说治不好 那我们就应该给她患家医院继续看啊 所有办法能让她慢慢恢复的 你们要是不想照顾她 那我就辞职回来照顾她 那怎么行啊 闺女 你忘了你进现在的大公司是多不容易啊 你当时吃了不少苦头的呀 妈 你也知道我当时很努力的吗 你忘记我当初成绩有多差了 要不是因为嫂子花了大价钱给我请家教 教导我 她还不断地鼓励我 我压根就不会考上那么好的大学 没有那么好的文凭 我凭什么能进那么好的公司 这些都是因为嫂子掏心掏肺地对我好 我才能有现在的成绩 我嫂子这么好的人 你们就忍心这么对她吗 我决定了 我要回来照顾我嫂子 闺女啊 你可千万不能犯傻呀 我研究过嫂子的病 网上说嫂子的病不是治不好的 只要家人不断地跟她说话 给她鼓励 她总有一天会醒过来的 你们相信我 我们一家人肯定能照顾她 让她醒过来的 闺女啊 是妈错了 妈不该为了贪你嫂子的赔偿金这么对你嫂子 妈错了 你听妈的话 千万不要辞职 妈跟你保证 以后肯定好好照顾你嫂子 是啊 小妹 哥也向你保证 肯定好好照顾你嫂子 你就安心去工作吧 不行 即便是你们能好好照顾我嫂子 我也不放心 我一定要亲自照顾她 只有她醒来了我才能安心 床上的婷婷听见小姑子的话后 手微不可查她动了动 你们觉得婷婷醒来会原谅老公和婆婆吗 庭论区一起来聊一聊 小姑子